另外震惊全台大陆配偶坦承在五年前是下毒杀害了婆婆 又涉嫌毒害丈夫了案子 那么昨天上午的时候检察官是率领的大批人马 到了这个老太太的墓园去开棺验尸 要确定说是不是被媳妇摻得农药毒死的 不过呢已经埋在地底下五年老太太 她的尸骨呢竟然还有八成没有腐化 是不是这个死不明目呢 邻居是议论纷纷 检察官开棺验尸 老太太埋在地下五年的尸骨 竟然还有八成未腐化 到底是不是有寒冤 还是说她的尸骨未寒 或者是说我们客家人讲的 她的龙门真的没有开好 还是怎么样 今天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样 顶着大太阳 法师在坟墓前做法事 家属在一旁双手核实 检察官在尸体上踩阵 要厘清婆婆的死因 是不是媳妇下的毒 所以今天就进行那个 鉴定跟结果的程序 那刚刚开棺的结果就是 被害人的大体 大致上保持的还蛮完整的 只是人都入土五年了 为了采样而开棺 家属的伤还要再被嫌弃 舍不得啊 奶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 然后又遇到这种事情 要开棺验室 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两星期前 大陆籍文姓女子 两度在早餐下毒 企图害死自己的枕边人 五年前被判定死于心肌梗塞的婆婆 我女最后也坦诚是她下毒 希望验得出来 让她神志以法 认了啊 她自己有承认了 现在就是检察官的部分 是要会同法医来开棺验室 验出有毒物反应 才能跟她听嘴 八成没有腐化的尸骨 民间盛传是寒冤未能昭雪 现在就等检察官从尸骨上 采集毛发进行化验 看是否还有毒物残留 为老妇人查明真相 中文新闻和孟谦 新竹报导